张静岚工作满到代言能量也。投资事业不露面怕杀架失败。 张静岚金,30日,以一席身V红衣黑皮酷化身电竞女神,出席泰山Buff能量饮料发表会。 她表示,我常熬夜,加班,待会工作完还要去开会,明早是发凌晨5点的通告,这时我就很需要喝能量饮料。 被记者赞非常善进出席职责。 被问几好朋友笑语会不会需要?张静岚反馈记者怎么指名道姓,媒体问好像双方感情有谱,张静岚说,不管对方是谁,自己有个生涯目标,就是要在35岁前把小孩生完,不然会变成高龄产妇。 记者传达新知,说34岁就是高龄产妇,她听了笑说,那要加快,脚步加快。 又表示自己害怕戳肚子,扬磨窗刺,静说现在还是先管好自己,养活自己和爸妈。 被问及孙鹏和敌人儿子之事,她表示没follow到这篇新闻,但希望一切没事。 被问到自己会如何教育小孩,她表示该严格就严格,预想自己应该是刀子嘴豆腐新系列的,也不敢想象未来自己或许会被小孩吃死死的。 接下来即将进新剧组,张景岚表示开心,因为角色是自己喜欢的,而且很有挑战性。 又说,现阶段想先为自己努力,不管是演戏或者副业。 尤其自己不小心很容易为别人活,例如如果以后有小孩了之类的。 被夸狼才女貌,她则笑说,我自己怎么不知道。 又表示交朋友不论男女,没相处个两年其实是无法看出对方的本性的,一年更称不上了解。 不过被问几好朋友,她赞美对方是个善良,天真的好人,还打句说跟她比起来,她,善良道,有时我是不是有小恶魔。 张景岚并具父母,经纪人,合伙人,自己上升都在巨蟹座,对巨蟹座的人就是相处无障碍。 张景岚近期发展副业,投资研发,生产面膜,她指自己的理想是传递正确的保养观念,因此和朋友一起杀进面膜事业。 大家一起集资七位数,在事业中学习和成长,被问到是否回本,她投打表示还没有,因为刚有金账就又投入宣传,感觉越投越多,但是保养事业是自己的理想和兴趣,希望可以把好的产品推广给大家,帮助到需要的人。 也坦诚好朋友怪点子很多,有生意头脑,所以面膜事业也有请教过她。 被问到有无碰到困难之处,她说其实每个细节自己都想参与,但是坦言自己不能出现,因为可能会杀价杀不下来。 全场听闻大笑。